难以忘怀那只拐腿羊 往事不堪回首 回想到那只背上有一撮灰毛的拐腿羊 我就心如刀绞 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 父亲七拼八凑 好不容易供老大大学毕业 并成家立业 老二上中专 老三上初中 轮到我这个妖儿 父亲常常拮据的 连每天蒸饭的二分钱都拿不出 父亲让我问大哥要点钱 七管炎的大哥 就二毛五毛的给 从未满一元钱 惹得老父摇头叹气 但我成绩很好 那些贪玩的同学 让我帮他们做作业 他们中午则帮我带饭盒出来 或者我最晚去食堂 吹饰员去忙别的了 我一溜烟去端饭出来 每年我的学费都成问题 老师一次次次催 常把我关在教室外 我家里有纸拐羊 每天放他自己出去吃草 他吃饱了自己回家 一喊他名字 他就咪咪叫着跑过来 父亲为了给我交学费 一番挣扎后 决定把它卖了 父亲牵着羊走前面 我跟在后面 到了羊肉馆 换了九元钱 我那时十一岁才七十斤 像电影里的小萝卜头 父亲花了一块钱 买了点羊肉羊汤 给我煞煞馋 正吃着 我猛然看到 拴着的拐腿羊 在泪汪汪盯着我 我吃不下去了 跟父亲说 这羊咱不卖了 书我不念了 我们带回家吧 父亲说 钱不够了 还不回去了 回去前 我把羊搂了又搂 一步三回头 羊儿可怜巴巴 看我们消失在转弯处 走了才一会儿 突然听到身后 有轻轻的 咩咩声 一回头 那羊儿 挣脱了脖子上的绳子 追来了 我又惊又喜 赶紧对父亲 赶紧对父亲说 羊自己跑出来了 我们把他带回去的了 那老板忙得肯定不知道 父亲叹口气说 做人要光明正大 牵回去 跟做贼有傻两样 于是 父亲又转回头 拐腿羊 还是 默默跟在后面 去了羊肉馆 我们走时 羊儿挣扎着 妹妹声传出很远 我泪水滂沱 父亲也红了眼 但跺跺脚 人狠心走了 几十年过去了 每每看到羊 我就想起拐腿羊 那忧愿惊恐的眼神 耳边还想起 极度绝望的叫声 心疼的难以释怀 南谋第三世多结羌佛 在极圣解脱 大手印中说法 一切众生 无始至此 皆我父母 皆我亲情眷属 畜生到的众生 虽不能言语 但他们与人一样有情感 有喜怒哀乐 贪生而怕死 行有不同 时无差别 六道众生 皆亲人 皆平等啊 不是往昔 因缘在 何来今生又相逢 羊耳羊耳雅 无奈卖了你 成了我无法释怀的痛 我向你怨罪 愿你尽此一处生 能投身善道 能学到佛法 永断轮回路 口述慈恩 撰稿魁心 编辑对白云天 带着货场 云通 温将